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惊恐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夜惊昏 老年人是寂寞的 而相依为命的老人 更是寂寞的 膝下无儿无女 只有两个相依为命的姐妹 在剩余的生命中 寂寞地寻找着 所剩不多的快乐 如果其中一个突然去世 另外一个会怎么办 请听 姐妹 秦万克警探 一开始就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不管怎么样 当她护送苏洪洪女士 从医院回家的时候 她不再是一个粗犷 硬朗的警探 医院的紧急手术 并没有挽回苏洪洪女士 妹妹的生命 秦万克慢慢地开着车 苏洪洪女士 端正地坐在她旁边 秦万克警探 很容易想到 那段已经被人遗忘的日子 星期天的早晨 两个小女孩 准备到街上去散步 她们戴着白手套 穿着僵硬的 又衬礼的裙子 头上留着两条 细有缎带的辫子 现在 她们当中的一位去世了 是被一个歹徒掐死的 凶手可能在街上的 每一幢房子里 使街坊四邻人心惶惶 秦万克警探 在庭院车到阴暗处 抓住了汽车 用充满精力的步子 跳下车 替苏洪洪女士开车门 当苏洪洪伸出她的手 搭在秦万克伸过来的 胳膊上的时候 她显得是那么的弱不惊惊 秦万克把她送到法师 落地门前 苏洪洪开了门 秦万克跟随她来到了门 灯光下 秦万克警探发现 屋里干净整齐 苏洪洪女士 已经有七十五岁 她的两只眼睛 在轮廓美好 但却布满皱纹的脸上 如同两个忧郁的蓝色水池 请万克先生 请随便坐 喝杯茶吗 好吧 我知道你要问些问题 请问吧 不要拘束 我准备好了 请请关 苏洪洪开始平静地 讲述她的故事 她和她的孪生姐妹 单独居住在这里 很少娱乐 偶尔和她们仅有的 三两个朋友 喝喝茶 打打敲台 现在 谈谈今晚的事 好的 白天没有任何预兆 晚上会有事 下午 我用心扎碎的椰子 做了一些椰子糖 偶尔做点糖 是我的嗜好 秦先生 这是我们家的习惯 离我们这条街不远 有一家穷人 一位年轻女人 独自带着四个孩子 其中两个 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真怪啊 就像我和我妹妹 秦万科警探点了点头 两个小孪生姐妹 和两个老孪生姐妹 可能会培养起一种 密切的关系 我们常常在杂货店 看到他们 或看见他们 在街上玩 过去一年多里 我妹妹和我 常为孩子们 做些小事情 帮帮他们 你们真好 得到报酬的是我们 我们喜欢孩子 喜欢和他们一起欢乐 今天我们听说 那对孪生姐妹中 有一个生活病 我就找了医生 后来 那孩子 渐渐好了起来 对我说 想吃我做的糖 我安慰她说 下次来就一定 给她带些椰子糖 嗯 今晚是你妹妹 去送的椰子糖 嗯 她准备送完糖 坐一会儿 就立刻告辞 但她根本就没送到 她的久久未归 使我深感不安 于是我就去打电话 给那个公寓的管理员 让我妹妹接电话 但管理员说 她不在那里 也没有去过那里 我出去找她 发现她 在杂货店旁边 黑暗的小巷里 我走过那里 听到轻轻的声音声 然后 我看见她 浮在那里的影子 凶手 打伤她的头 当那凶手 抢走她皮包的时候 还吃了那些糖 我很难相信 受伤人就在她脚边 凶手 还在吃糖 也许是个吸毒的 喜欢吃糖 是她的一个标志 哥 我妹妹告诉我 那是个年轻人 隔着很高 脸上有个 W型的疤痕 苏红红女士 我为你安排在别的地方过夜吧 谢谢 不用了 这是我的房子 我不想离开她 好 不过我警告你 这个案子是过去六周以来 这一代所发生的第四个抢劫事件 或许可能还有别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可你妹妹却是头一个丧命的人 都是同一个年轻人下的手吗 这个我们不能肯定 有个女人在失去知觉前看了她一眼 她描述的和你一样 包括面颊上的W疤痕 那么说 你们一直在企图阻止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亲手 只是运气不好 是的 不过我们仍在努力 我要请你相信这一点 秦万克警谈回到了总局 头脑中一直想着所发生的事情 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 在无线电通讯室里 秦万克警谈发布了命令 各部门注意 逮捕一位高个子 二十多岁 脸上有W字形伤疤的嫌疑犯 她的抢劫时杀人 这以后 秦万克警谈每天晚上都开着车 在苏洪洪家附近巡逻 她喜欢苏洪洪女士的举止 每天晚上天一黑 她就走出那幢老房子 朝夕走过杂货店 过十字路口 再走完下一条街 然后再找原路走回来 那人影看起来脆弱的无助 她总会停在她家门前 回头看她走过的黑暗的十字路 然后再进屋 接着 幽暗的灯光就会在楼上 有窗帘的窗口亮起来 苏洪洪女士准备旧亲 她在妹妹下葬之后 开始做这种夜间巡礼 风雨不足 就好像悲伤在逼迫着她 去重踏那些道路 感受她孪生妹妹的痛苦 秦万克警谈真是很替她担心 那个杀人凶手可能就在树林里 在黑暗的门边 她希望苏洪洪心近培养的 这个怪癖是短暂的 不久就会消失 但是假如她还这样做下去的话 那么就该去找精神医生了 三个星期以后 秦万克警谈和往常一样 守在一个广告牌后面 注意着对面的道路 夜是阴沉的 她看着手表的夜光指针 苏洪洪比平日的时间迟了十分钟 突然 那熟悉的身影 迈着优雅的骨子 从黑暗中走了出 她正接近杂货店的阴暗处 就要过街的时候 也注意地看了看四周 秦万克并不希望 她成为歹徒公寄的目标 不能让她再重蹈覆辙 秦万克正想要斜跨街道 去阻拦她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个高高的人眼 猫着腰本从胡同口的黑眼里 走得出来 溜到了她身后 抱住了她 一手勒住了她的脖子 一手去抢她的肩膀 站住 别动 那人 那人情急之下 把苏洪洪摔在了路边 躲进杂货店的墙上 苏洪洪 急忙站起来 拦住了秦万克的领寒 哦 谢谢你 秦万克先生 苏洪洪抓住秦万克的手臂 倒在她的身上 把她撞得失去了平衡 秦万克踉距了几步 肩膀撞在了屋脚上 秦万克先生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看在老天的份上 快放开我 那家伙逃走了 秦先生 别为我冒险 她可能带有武器 苏洪洪女士 秦万克着急地要命 双手使劲 想从苏洪洪的掌握之中挣脱 她却向后倒在了地上 同时发出了一声叫喊 秦万克警探在她旁边跪了下来 眼睛像空无一人的胡同 投去失望的迷劈 苏洪洪的脸色参与 对不起苏洪洪女士 我不是故意的 秦万克伸手想扶她起来 可苏洪洪并没有用她服 就自己站了起来 是我自己 搬了自己的脚 你看没看见 那个强盗的脸 不太清楚 不过够了 她很年轻 脸上有 W自信的伤疤 回到警局 秦万克洗了个澡 却没有洗掉心中的不快 当她正用力 关她的柜子的时候 联络中心的警察 在门口喊她 什么事 刚刚有电话来 我想已经找到你说的那个 专从身后 掐人脖子的凶手了 年轻人 个子很高 脸上有疤 在哪 沿河街十四号 兰丽公寓 她的女朋友下班回来 想到她房中去约会 结果尖叫着跑出来了 她发现情人 趴在地板上死了 所以她报了警 秦万克警探 立刻赶到兰丽公寓 在一间令人窒息的房间里 她看到了一具 浮在床边的尸体 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吗 看样子是 她的伤疤太独特了 秦万克警探 走到衣橱前 里面堆满了死者 抢来的各式女用皮包 哪一个是她的呢 秦万克记得那天晚上 歹徒在杂货店旁 抢劫苏洪洪的时候 有白光一闪 好像是个小手提袋 深色香白鞭 在凶手脚边的那堆东西上 有一个香白条 是样很旧的蓝色皮包 秦万克把她捡了起来 可发现开关断了 她打开包 突然停止了呼吸 皮包的角落里 有一块包着糖纸的糖 她慢慢包开了糖纸 发现里面 竟然是块可口的椰子糖 医生 这位凶手是怎么死的 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 我说你们这些家伙 总是这么着急 好吧好吧 我敢打赌 这个残酷的人死于中毒 他服用了披霜 眼识官会证明给你看的 化验室的人 在地板上找到的小保纸 是老式糖果店 用来包糖用的 我对他们发现的事 从不感到惊讶 苏洪洪女士 身披法兰容睡袍 小川拖鞋 把秦万克警探 领进了客厅 抱歉吵醒了你 不过 需要这么做 要喝茶吗 这次不喝了 请坐 你的皮包是 暗蓝色带白边的 是的是的 那是我的 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他了 是在一个死者的房间里 找到的 一个年轻的死者 脸上有W字形疤痕 秦万克竟然发现 苏洪洪女士的唇边 有细微的 不容易察觉的一丝笑意 苏洪洪女士 你把我骗了 不 哦 秦万克先生 我没骗你 秦万克警探愤怒地 踢了一下桌子腿 你拿自己做幼儿 每天晚上出来散步 目的在等候他回来 希望他攻击你 当他攻击你的时候 你拦住我 好让他拿着你的皮包 和里面的东西逃走 也许里面有点线钞 还有掺有皮霜的糖 可我从哪儿能弄到 别装算了 你有玫瑰花园 谁都可以在药房里 弄到皮霜 你扔给他含有皮霜的糖 他几乎全都吃了 全都吃了 秦万克从衣服口袋里 掏出他从那边 公寓衣橱里拿来的糖 他故作小心地 包开糖纸说 这是塞在皮包角的一个 他没有吃 你承不承认是你做的 那是一块可爱的糖 秦万克先生 他虽然经过那么多人 捏过 可是还是很可爱呀 苏洪洪女士 趁秦万克不备 一把抓过那块糖 丢进嘴里 在秦万克警探 弄明白之前 吞了下去 秦万克警探 瞠目结舌地 接受着他 柔和地微笑 秦万克先生 我吃的是有毒的糖吗 我相信你有勇气做任何事情 苏洪洪女士 你刚刚吃了一块有毒的糖 但我相信 一块糖里的寒毒量 不足以杀死你 你会 毁灭证据罪 逮捕我吗 我不能这么做 即使我们可以证明你做了一块有毒的糖 可你并没有请任何人吃 但那个皮包 却是一个罪犯攻击你的证据 苏洪洪 把秦万克送到了门口 秦先生 你 愿意 再来喝茶吗 秦万克 打量了苏洪洪女士 一会儿说 不 我想我永远 不再接你了 苏洪洪女士 温柔地拍了拍秦万克的手 又点了点头 然后 她站在门前 看着秦万克先生 在黑暗之中 逐渐走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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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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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